最常熟的喜爱,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风景,还有着做成的响而精致,轻而惬意,喝而温暖。 那个夜晚,走在六闲河边的老街上,看着石板路,静静地感受出下时节的美好,不远处的巷子口,一盏红色的灯笼,抬头一轮明月,而思念在远方。 第二天,在一缕晨光中醒来,阳光透过沙漫暖暖地照进屋子,不守得起来,只想懒惨地赖在舒适的床上。 我们坐在这里奔向想象书院,看云儿掠过,又飘向远方,路在两边不时地传来鸟鸟鸣,见到你到那一刻,如意红清智的湖水,巧然会入心田,将心境荡漾起一丝连衣,微微荡漾,不染天沉。 四周没有了声响,我们陶醉在空气中的冥蜜之中,奖向书院位于奖向生态园园内,坐落于江苏省畅树市的东南角,位于苏江河、沿江,所周较成的高速公路的环保之中,位置极佳,交通便利。 奖向书院非书院,它是集住宿、咖啡馆、书吧、餐厅、教室、茶楼,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民宿。 住宿与饮炉,共有28间客房,以春夏秋冬四季和24节气,明明的独栋木屋别墅区,分来三个区域,水系环兆,处处彰显江南的玉类。 这里的江南菜食材,都是奖向书院自己种植和采摘的,第一时间保留了新鲜及营养。 面脱鞋、油到虾、毛鸡,都是当地的特色,每一道菜都值得回味。 此刻的太阳花开的正面,随着微风清白着,蜜蜂在花间飞舞,原意诗正在打理花间杂事。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清晨,愿意你一到醒来,在这个带着微风的浅下,从奖向书院驱车,约三十分钟,即刻到达沙家帮风景区。 对于第三次来到这里的我,依旧充满了好奇与期待,因为境界不同,所看到的风景也就不同。 沙家帮风景区位于秀丽里面的阳城湖畔,境内合法纵横,路为充裕,绿叶遍布,暗流成行,尽现江南水乡前缘风光。 小路顺着阳城湖水道而建,湖水绕着小路而行,即使是同一个地点,不同的角度,呈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。 江南独有的水乡之运,此时此刻,一切刚刚好。 春来茶馆第一代茶馆,位于卢美迷宫中,现在典型的江南水乡茶楼建筑。 狼人下春来茶馆,刺刺,细心刺与老手掌下光索奇。 馆内宝京巨沙家帮春来茶馆的原貌,保存着八仙桌,七星脏,铜壶等物件。 再次品宁修器,汉手瑕斯当年阿庆早季豆的风采。 来到沙家邦,一定要坐坐这里的手摇船,看着兰花布随着微风心买的摇曳,听着船刮过水面留下的轻声滴银。 有一些次序,随着当体的波纹,留在身后,微风吹得鲁尾的叶子,像胡椒挫着,而后发出沙沙的声响。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想必来年又是绿了一气方法,这里是沙家帮风景区后鸟栖息地,一直白鹿悠闲地享受着午后的时光,或飞舞,或小气,紫色的马鞭草就如一片紫色的海洋,融合在江南的运类里。 该是怎样的心境? 沙家帮风景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系,孕育了独有的烹饪食材。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食,六叶吃饭,土鸡汤,盐水和虾,毛豆子炖牛有愿望,蒜子黄毛扇筒, 炒鸡拼盘,波罗牛仔粒,白子鱼,草头面衣,鹿根汁。 常熟人的早餐很是喜欢约上一碗面,炫牛面,鱼山炫牛面,是江苏常熟传统的特色面点。 有宿中之王之称,炫是一种野生菌,而宗熟煦则是常熟鱼山的一种侧产。 行程步行至心服似的望约楼老面馆,一杯鱼山绿茶,一碗鱼山也炫面,配上几种交通,常熟的慢生活,如此铁静优雅。 望见灵珠而坐的路人,以此微笑着,仿佛我已是这座城里的艺人,醒出万千繁华与喧闹,拼一杯鱼山绿茶的醇后,时光慢走。 早餐后赶往烟园,一座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别样园林,烟园位于常熟湖城区新风向,至今已有220多年历史,是常熟湖点园林中存是时间最长, 隔去保存最完整的自家园林之一,透过绣球花间往事,两位老人正在下棋,出了棋子落在十桌八树的生意,一切是那么的安静。 想着,要是有一天老了,这样的生活就已经足够。 江南的园林看得多了,越来越喜欢这样质朴且安静的小家碧玉之美,少了许多的喧闹,留下的是难得的侠侠与沉思。 常熟,我喜欢称之为小城,所有的词句里,都放着与这座城有关的故事。 天下常熟,也会给你预料之外的惊喜,这就是汪桐河纪念馆。 汪桐河纪念馆,也是汪桐河的故事,坐落在古城区汪家巷门,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,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湾梁住宅。 汪桐河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,汪桐河,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,书法艺术家,先后担任金同志,光室两代帝师,汪桐河纪念馆。 其建筑设计遵循我国古代江南住宅,以中周围主的行之格局,分东,中,西三大部分,建筑形式丰富多样,不知因地质疑,变化生动。 古剧内主体建筑彩仪堂,为江南典型的名大建筑,建造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,画量飙动,启示汉红。 堂内包布景彩绘是江南宗室彩绘的代表作,白产辉瓦在1.1地间,诉说着这里失去的流转光影。 岁月斑驳,在一回一转间,留下了这里曾经的繁华落尽。 在一些故事,该怎样去解读?熟悉江南的路,却意外地发现了红色的美。 这就是长熟文庙,而庙是古代城市中祭祀孔子重要场所,也是每个地方的最高学府。 长熟文庙,始建于北宋之和年间,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 在长熟的历史上,一直占有重要地位,经过复建与修期,如今的文庙,气势归红,十分壮观。 包括大城门,大城点盖内,长熟文庙复建工程,前后供复原修缮了20座精品传统专幕结构建筑。 这些建筑上至屋顶,架着地平,大到梁柱,小到世界,甚至游击,涂料的色彩等,无疑不显示出做工之精细。 能够抢下门的心血和汗水,要历经千年沧桑的文庙得以重生。 到达金海华丽家酒店的时候,已是午后六点,拉开窗帘。 窗外是云山脚下滑灯畜上的十枚黄肠,一些人享受着粗效的气息。 欧舍的轻舌加上用心的细节,使得房间处处透着暖心的温度。 卫生间的色彩通透感很炫亮丽,喜欢那扇推拉门,使得功能性和美观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。 在京海华丽家酒店一口的小橙香味,点上几个精致的江南菜,享受此色的温情。 是如此的优先与惬意,选择入住京海华丽家的理由,不仅仅是烟级品质,还有未知优势。 这里不兴可制,文庙,光铜和纪念环,天园,放彩园,西城楼阁,榆山公园等等,还来不及说留恋。 所有的思绪,都成了凝固的瞬间,此刻细磨岁月的光影,也是一种守候的温暖。 转过身,一座城,一段故事,我的思念,打落在那个较长熟的小城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